我房子断供了,房子已经被法院查封了 房子是我2020年买的,180万 首付付的60万,贷款120万,月供6300 去年8月份因为没钱还贷款,断供了 如果这个房子被法院拍走的话 不只是房子没了,首付也没了 还欠银行40多万 加上首付和这两年还的贷款等 损失高达108万 这是我一个武汉朋友买房的后果 他在武汉创业开公司 由于这两年口罩问题导致他公司破产了 到处欠款,导致无法还贷 所以我在思考一个问题啊 到底是租房还是买房好了 我个人觉得租房挺好的 没钱不建议买房 特别是那些首付的拿不出来 还要到处去借钱付首付的人 你后面呢压力会非常大 当有一天你失业了没收入了 就像我这一个武汉的朋友 你的房子就不是你的 你还要倒贴 我深圳还有很多的朋友 工资都很高,两三万的 在深圳买的房子首付一百多万 都是到处凑的 而且每个月还要还贷一两万 他们的生活省吃俭用 不逛街,不买衣服 每天上班都带饭吃 工作再怎么不如意 也不敢轻易的换掉 创业对他们来说想都不敢想 因为没有去冒险的资本 他们住的这样的房子 也不一定比我租房碎的香 我给你算一笔账 如果你买个一百万的房子 没有公金金的话 等额本息贷款三十年 你要还一百一三万的利息 你有这一百一三万的利息 天年住五西级酒店 还有多的 很多人觉得买了房子 房子就是你自己的 我觉得除了身体是自己的 其他东西 哪有什么真的属于你自己的 秦始皇的后人不买票 看编码有的资格都没有 末代皇帝溥役回故宫 还不得买票吗 就因为买一套房子 把自己搞的压力那么大 这一辈子都搭进去了 我觉得不值 过好当下 过好眼前的每一天才是真的 租房租又能怎样呢 开开心心 坦坦荡荡 它不香吗